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 可以止痛的中药 这种中药呢 多数呢都是生长在我们南方 在我们庄家呢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种植物呢叫做两面针 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的 一些老藤切片 晒干后的干品 我们也叫做中药饮片 种植物它长的呢是比较有特征的 是藤状的也是属于藤状棺木类是有刺的 然后它的叶子呢是软圆形 然后叶脉中间呢就是比如说这是一片叶子 中间那个叶脉是比较粗的那条叶脉 上边和下边呢都会长有一些小刺 所以呢我们就叫它两面针 这种植物呢是在夏季开花的 它的花呢是白色的 它的种子成熟之后 它的果实成熟之后呢就是 暗紫红色 两面针呢它的味道是比较苦的 然后还有一点小毒 主要呢是有那个曲风形器 下种止痛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主要呢就是用来止痛 可以用于很多的疼痛 比如说腰肌劳损引起的疼痛 或者是微痛啊 又或者是有那种伤气痛啊 这种都是可以用的 包括一些肢体的关节疼痛 或者是关节炎都是可以的 用法呢就是用动肝品 三到九克这样子入肩剂 我们通常呢都是用五六克这样子 就是可以达到那个止痛效果了 它呢还可以用于跌打损伤 但是呢是用它的叶子的喧品 捣烂之后呢外敷 这样子呢也是可以达到那个 消肿止痛的作用 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秘方 就是用它的这些肝品 研磨研成粉末之后呢 可以用于曲齿引起的一些牙痛 沿粉之后放在痛处就行了 嗯或者是煮水之后呢 含酥也是可以达到那个止痛的作用 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植物呢就是有点小毒的 所以呢不能够过量的使用 不然的话会引起一些头晕啊 或者是恶心呕吐一些不良的反应 好了关于这个两面针呢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儿 如果喜欢分享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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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